腾讯体育8月10日讯今天晚上,中超第17轮继续进行,上海开营莱德比大战,上岗中场迎战深花,开场不到一分钟,一棚中场附近侧后方放产,没有横到皮球,却直接扫倒了奥斯卡, 捷克主裁拉迪克普日霍达果断出示黄拍警告立鹏,这位捷克主裁曾指把本赛季前三轮的中超赛史,包括手循环上海德比,一直把尺度宽松而驻车,第四分钟,王深超在深花禁区前沿被深拿球,被曹云定从身后身腿放倒,上岗获得禁区正前沿的建议球机会,上岗连续三名球连续晃,最后胡尔克操得主罢, 但皮球绕过人墙,却直接放了高射炮,第十六分钟,奥斯卡前场拿球快速推进,立鹏是位后吴娜将奥斯卡拉倒,但捷克主裁普日霍达手下留情,没有向立鹏出示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拍,深花算是逃过一劫, The End也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